一场地震后 女人在废墟中不停寻找着儿子 可她发现周围人既听不见自己说话 更看不到她的存在 直到一辆车的出现 似乎唯有车主阿基拉能看到美奈子 阿基拉将美奈子带去一个地方 那里聚着好几个陌生人 阿基拉解释 这里是一片灵魂中转站 已经死去的人因为对世间还有流列 于是汇聚在了此地 美奈子恍然自己已经在地震中去世 周围的陌生人和她一样 都是在阳间还有未了之事的游魂 瞬间过往人生从美奈子眼前闪过 画面中最多的是她年幼的儿子 因为没能在废墟中找到儿子 美奈子抱着一丝希望 盼望儿子还活着 为了确认儿子是生是死 美奈子开着阿基拉的车 四处寻找孩子的下落 渐渐地深夜来袭 儿子还是杳无音讯 美奈子心中装满不安 灵魂中转站的其他人 似乎并不忧虑 反而聚在一起乐呵呵地吃火锅 美奈子实在没那个心情 正想离去 阿基拉却出生挽留 表示他们可以帮助美奈子 深夜 终生传来 阿基拉等人带上美奈子 踏上路途 美奈子惊讶地看到 各个路口不断汇聚着人群 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盏灯 人群逐渐涌向街道 城市 场面微微壮观 阿基拉再次解释 到了新月之夜 死去的亡魂会一同巡游 互相帮助彼此寻找想见的人 人群中 有亡魂找到失散多时的家人 美奈子健壮选择留下 在去往另一个世界之前 她要确认儿子是否安好 除了她 中转站内的游魂 都有各自的未了心愿 其中一个亡魂生前是个导演 曾指导过无数电影 其中最令她无法释怀的 是一部讲述学生运动和爱情的影片 片名《追忆似水年华》 那是根据导演的真实人生摆编的电影 女主角也是以导演昔日恋人为原型而塑造的角色 当年尚且年轻的导演 投身于学生运动 但因害怕被捕 最终胆怯地丢下恋人逃到东京 多年后退出学生运动的导演 在东京打拼 早已分手了恋人 也和别的男人结婚 但这些年 导演从未忘记女友 拍摄这部电影 是为了纪念当时的时光 可惜电影拍到一半 导演便猝然去世 对如今成了亡魂的导演而言 最希望的便是记忆中的她 能看到这部电影 美奈子有感而发 她觉得或许导演心心念念的女人 还在等待这部电影的诞生 因为美奈子的话 导演决心将电影拍完 就利用身边的道具 让亡魂同伴们担任设置团队的工作人员 众人答应帮忙 导演随即分排任务 美奈子负责摄像 阿基拉负责照明 其余有人录音 有人做场记等等 导演自己既做指导 也做男主角 电影讲述的是男主角和恋人分手50年后的故事 团队众位亡魂都很积极 可拍摄过程并不容易 每次要么主演往辞 要么镜头拍错 最后只能暂时作罢 不久后 一个叫娜娜的少女来到中转站 娜娜手腕有伤 语气中全是对世界的憎恨 她曾被同学欺负 因此才来到这里 成为游皇后 娜娜曾返回学校 可看到的仍是那群肆无忌惮的同学 目睹娜娜的绝望 美奈子和众人带领女生参加巡游 看到无数亡魂和亲朋相拥 娜娜的沮丧渐渐退去 她说自己有个愿望 想和某人道歉 娜娜想要道歉的对象 是一位女同学 二人曾是最要好的朋友 和她一样 朋友也是同学们欺负的对象 某天被欺辱后 朋友在学校顶楼 失声哭泣 亲眼看到朋友的眼泪 娜娜恍然 她不该做出伤害自己的事 不该留朋友独自面对 这残酷的世界 中转站内 还有位年轻的黑帮小哥 其父亲是当地有名的黑帮老大 小哥是在一次 和对手帮派的火拼中牺牲的 小哥告诉美奈子 自己之所以还在这里逗留 是想再见前妻一面 小哥几日那天 父亲来坟前祭拜 因为对儿子的愧疚 父亲已经决心解散帮派 小哥正伤感时 许久未见的前妻出现在附近 前妻想要祭拜 可犹豫后又匆匆离去 小哥跟着前妻回家 前妻翻看夫妻俩过去的合影 仿佛对过世的丈夫还有思念 这时一个男人进了屋 男人是前妻新交的男友 二人即将结婚 小哥露出一丝苦笑 对方看上去是个好男人 片刻后前妻躲了起来 偷偷哭泣 但很快又目视前方擦干眼泪 他相信过世的丈夫 希望自己好好活着 看到这一幕 小哥淡淡一笑 前妻很坚强 他也了无遗憾 当晚导演给小哥 放映了自己指导的黑帮电影 看完这最后一部电影 小哥释怀微笑 随后去到另一个世界 带领美奈子 来到中转站的阿基拉 也有自己放不下的人 阿基拉是牧场主的儿子 年纪轻轻的他体弱多病 照料牧场的事 一直是父亲在做 曾几何时 阿基拉以为 父亲并不认可这样的自己 于是在他时日无多时 总是一遍遍冲着父亲发脾气 埋怨家人和生命 对自己的不公 直到成为游魂后 阿基拉看到 读书不多的父亲 在自己去世后 忽然开始写小说 写的是关于儿子的故事 阿基拉这才意识到 父亲从未忘记自己 因为这份心意 成为游魂后 阿基拉也开始埋头写作 打算将灵魂中转站的故事 全都诉诸笔下 而美奈子还在寻找儿子 这段时间 死亡人员的通知名单 避难所的公告版 美奈子几乎找遍了所有地方 为了写作素材 阿基拉采访美奈子 想知道女人生前的故事 美奈子缓缓续说 她是个单亲妈妈 为了孩子 每天拼了命的工作 但如今美奈子说 如果还能活到人间 她不会再忙忙碌碌 而是想跟儿子一起去旅行 在美奈子看来 埋头工作的自己 不是个称职的妈妈 有一个新月之夜来临 游魂纷纷加入巡游的队伍 此时美奈子收到消息 找到儿子了 地震过后 获救的儿子 被安置在儿童福利院 美奈子迫不及待地赶去 儿子正发着烧 头中一遍遍地呼唤着妈妈 随着美奈子到来 室内的灯忽明忽暗 男孩似乎意识到 是母亲回来了 美奈子落着泪 拥抱儿子 然后道歉 她觉得是自己没有保护好最爱的人 男孩让母亲给自己脚断睡前故事 美奈子强人眼泪 说起寻游之事 听完睡前故事 男孩缓缓醒来 似乎昨晚发生的一切 只是长梦 见过儿子 美奈子 两无遗憾 但她告诉阴间使者 自己还有最后一个愿望 想要实现 这最后的愿望 便是和中转战的游魂们 一起完成电影的拍摄 这一次 女孩娜娜也加入了拍摄 出演男主前任恋人的孙女 意外的是 娜娜的表现非常精彩 众人一致夸赞 娜娜也好高兴 在此之前 她从未被任何人真诚地赞美过 在众人的起心协力下 拍摄顺利完成 导演带领团队观看了首映 当晚更是将电影制成胶片 她想将胶卷交到恋人手中 希望同伴们陪她同行 同伴悉数答应 一行人很快抵达导演恋人的门口 在这里 导演遇见恋人的现任丈夫 男人两年前因矮症去世 如今只剩妻子 导演的前任恋人独留世间 恋人正在房中观看电影 丈夫告诉导演 妻子是她的忠实粉丝 多年前导演送出的事物 妻子始终保留在家中 导演情了累 然后拥抱恋人 在她眼中 老去的恋人 还和当年一样美丽 为了给恋人美好的回忆 导演打算将胶片制成DVD 再送给恋人 美丽子于是提议 将附近的亡魂全都请来 然后来一场最后的放映会 夜里附近的亡魂们 相继涌向影院 一起欣赏电影的同时 似乎每个人都在追忆 属于自己的似水年华 随着电影结束放映 美丽子和同伴们都知道 是时候该离开了 走前导演给娜娜加油打气 嘱咐女孩往后 要继续做电影的女主角 说吧众人举杯道别 随着夜色逝去 该离开的亡魂 各自踏上旅途 黎明时分 美丽子来到海边 最后一次看过 曾和儿子共渡的海景后 美丽子跟随使者 踏上前往另一个世界的归途 有魂们相继离开后 中转站渐渐荒芜 不久后 娜娜从病床上醒来 经历过中转站 悲欢离合的故事 如今的她已然重获新生 娜娜相信 或许那段美好的回忆 不是梦 后来的日子里 娜娜鼓励被欺负的朋友 重新振作 找到了梦境中 游魂同伴的家人 依次向他们诉说 在梦境中发生的神奇故事 不久后 影院上映了一部新电影 米奈子已经长大的儿子 游魂的家人朋友们 全都前来观影 海报上的女主角和娜娜好像 片名就叫寻游夜 电影结束